台北市长选情出现了变数 无党籍参选人沈富雄今天宣布退出市长选战 他说自己的民调支持度不如预期 再加上西商一直没有痊愈 因此决定从即日起就停止竞选活动 而在沈富雄退选之后 他的两位对手连胜文和柯文哲都异口同声的说 会安排时间拜访向沈富雄请议 前例文沈富雄投入台北市长选战才短短两个多月 现在决定退选沈富雄不愿出面说明 只用短短的声明稿表示自己的参选 难成顶足之势而且悉伤未遇 即日起停止竞选活动 是我不行连累大家 报国之路千百条不差市长这一条 其实早在七月底沈富雄就曾考虑退选 但是我没有排除我没有排除如果不是二十 也不是十八也不是十五是六 那你就怪不得我退了 面对政坛老前辈沈富雄的退选 对手连胜文表示尊重 之前有跟他请教过也希望能够再一次的来跟他 安排时间来跟他请教对台北市政未来的规划 柯文哲则透过发言人表示 深刻体认到五党籍参选人没有政党奥元的心酸 常能够深刻了解到没有政党支援 作为五党籍候选人的心酸 内部民调看来他是略有增长 可是整体的差距是一样的 沈富雄退选后连胜文和柯文哲都说将前往请义 抢票意味浓厚 距离选举还有四个多月 沈富雄的退选是否会牵动蓝绿政治版图的校长 也备受关注 记者零信陈昌维台北报导